1985年初,苏联礼炮7号空间站突然与地面失去联系,由于空间站上当时并无宇航员,地面只能发出重启指令,但飞船如断线的风筝,始终杳无音信。 眼看只运行了三年的空间站就这么失去了联系,苏联人的解决办法十分直接,他们派出弗拉基米尔、贾尼别科夫和维克托、萨维尼赫,二人乘坐联盟T13号飞船升空与完全瘫痪的礼炮7号空间站强行对接,并尝试维修。 他们不如使命,修复了太阳能电池板的对日定向装置,飞船开始充电,恢复了通讯。 贾尼别科夫继续工作了110天后,乘坐来时的联盟T13飞船返回,他的手表在太空的这段时间,比地面慢了2.5毫秒。 而萨维尼赫则继续工作了169天后,乘坐联盟T14飞船返回,他的表比地面慢了4毫秒。 为什么在太空的宇航员,手表会比地面走得慢呢? 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,我们就能看出端倪。 如果我们来到一个房间,墙上挂着一个钟表,地板上放着一个手电筒,而天花板上则固定一面反光镜,当手电筒发光时钟表就开始计时,当光线返回时,钟表停止计时,假如车厢的钟表显示,这个过程用了一秒钟。 那么,只要反光镜的高度不变,车厢里钟表测量的时间永远都是一秒钟。 但是我们走到房间的窗口一看,原来这个房间是一节火车的车厢,此刻列车正在高速通过站台。 而你的同伴又正好在站台上,用站台上的钟表和你同时计时。 但他看到的光线,不仅上下运动,还要向前运动,所以在他看来,光线的轨迹是先斜向上,再斜向下。 火车再一次通过站台,这次你们俩开始同时计时,打开手电筒后,你看到的光线依然是垂直到达天花板,而你同伴看到的光线则是斜向上到达。 由于光速不变,他看到光线到达天花板的时间比你看到的要晚一些,同理,他看到光线返回的时间也要比你晚一些。 光线到达后,你们俩都停止了计时,你车厢里的钟表还是记录了一秒钟。 而站台上看到的光线运行距离较长,到达的时间较晚,站台上的钟表显示用了1.1秒钟。 所以你在车厢里经历光线来回的过程所花的时间,比你同伴在站台上看到这个过程所花的时间要短。 你怀疑是站台上的钟表走得快了。 于是让列车停在站台上,用站台的钟表来计时,结果站台和车厢的钟表记录的都是1秒钟。 这说明火车运行中,车厢里时间流逝的速度比站台要慢,导致我们在车厢里按正常速度做一件事, 比如我们要花5分钟和对面座位的妹子吹个牛杯,由于时间流逝的速度变慢了,从火车远处的山顶上观察,我们从开吹道过了5分钟后,对面的妹子依然一脸猛逼,而我们还正在口吐白沫地吹着,因为此时车厢里的时间还不到5分钟。 这就是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和长度收缩,当我们的火车速度越快,那么从静止的站台观察,火车上的时间就比站台的时间流逝的速度要更慢, 而从站台上看,火车的长度也会变得更短。当火车接近光速时,由于时间膨胀,站台上会看到,我们在火车里吹一个牛杯的时间几乎需要无穷大,所以我们和妹子都几乎静止了,而此时火车的长度也会缩小到无穷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